继续我们的学习 我们将我们的次级切换到编次级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叫做编辑编的卷展栏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编辑编卷展栏的一些个命令及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插入顶点 点击插入顶点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编当中按鼠标左键进行点的插入处理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左键来进行点击 点击完成之后我们可以配合之前所学的命令 这个点当中的连接命令对它进行一个连接处理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为它进行一场生成线的效果处理 OK相当于为这个地方的三个点做一个连接处理 OK然后在编辑编当中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编进行这种移除处理 这个地方需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下 好我们来撤销一下来观察一下 好大家看这如果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处理要把这个边进行移除处理 它和我们之前做所做操作稍微一点区别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之前我们在点击别当中 如果呢我们点移除直接点击移除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编辑别当中点移除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点击移除命令之后呢 看似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呢会留下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在进行边的移除操作的时候呢 然后呢再回到点击别我们会发现这个点已经被移除处理了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键盘上的快键来实现 配合键盘的Ctrl键加推翻键 这样也可以 道理是一样的 OK那这个呢是移除命令的使用 分割 分割呢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他肯定一把刀可以沿着呢 我们所选择的边对他进行一个分割处理 我们在地方先选一条边 然后呢再选一条边 然后呢我们可以配合键盘上的out键加l键 这个是我们之前选择的循环和环形两种选择方式 我们点击这个循环方式也可以 然后呢点一下这个分割 点完分割之后呢 这个地方其实就像刀一样将这个对象割开 我们进入元素选择机 我们可以适当的将这个对象精拉开处理 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OK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时候呢这个对象直接被我们分割开了 OK那这就是我们在边级别所使用的这个分割命令 挤出 挤出面杂精使用的时候呢 他可以将我们所选择边做一个挤出处理 选择这个边 然后呢点击挤出 如果呢我们是按的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鼠标左键拖拽的方式 进行一个挤出处理 这样一个面积 然后呢还有一个挤出的高度 这个呢是上下拖拽 如果呢我们左右拖拽的话 影响的是这个底面的这个大小 当然呢带经操作的时候除了可以向外挤之外 还可以奔离挤 当然如果我们想对带经精确控制 就需要通过旁边的这个设置按钮 点击设置 设置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决定挤出的高度 还可以决定我们挤出面积 OK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是挤出 焊接 焊接命带经使用的时候呢 很像我们点击别例 像焊接 选择这条边 这个我们选择这条边 然后呢选择这条边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焊接处理 点它一下发现不能焊接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调改我们的焊接的预知 这样就可以被焊接上了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焊接的使用方法 到底是一样的 目标焊接 目标焊接在经操作的时候呢 主要是通过鼠标左键拖拽来实现 跟我们点击别的操作是一样的 通过它呢可以在经行焊接处理 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它进行拖拽的时候呢 选择不相连的边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想选择这条边和这条边境 这样也是可以的 注意一条边在经操作的时候 是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呢在进行实际处理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来 我们先用一个连接名来连接它一下 比如这地方有个短边 然后呢这地方有个长边 我们在使用目标焊接的时候呢 到底也是一样的 选择短边直接焊接给我们长边 当然从长边奔下喊 这样也是可以 注意这是目标焊接命令 桥 如果呢我们在经制作的时候呢 并不是希望在这地方来 跑到中心点的位置上产生焊接 或者呢也不是说A焊接到B 或者是B边焊接到A边 而是我们希望在两个边之间产生一个新的面 这时候呢最简单最直接方法是点击桥 点击桥之后大家会发现 边和边之间会产生一个连接 就像中间搭了一座桥一样 然后呢产生一个新的表面 在经使用的时候呢 桥的命令用起来比较简单 它呢还有几个小参数 一个呢是我们的分段 我们可以为它做分段处理 另外呢我们可以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一个叫平滑 这个呢一般来说是处理相连的两个边 然后呢在物体相差较大的时候 才会产生这个 这是一个平滑过渡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边做两个这样的边 调节 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平滑值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产生两个之间的平滑过渡关系 那带经使用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叫做桥相邻两数值 我们可以通过它 还有一个是反转三角泡面 那这个反转三角泡面呢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来对带记 对带经讲解 就是编辑三角面和旋转这个地方进行讲解 当然呢在进行连接的时候 还可以使用边的选择 还可以失去边 或者是失去边一 或者失去边二两个操作 OK那这个是一个桥的一个使用方法 OK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鼠标左键 选择它之后直接再点桥就可以了 所以呢大经操作的时候没有必要 对它先点完桥 先点开这面板 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地方进行选择 我们大经处理的时候 直接通过我们的选择就可以 这样的话它直接就会产生一个运送关系 OK那这个是关于一个桥的使用方法 好在使用桥的时候呢 我们再多说一下在很多建模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操作更加灵活 比如说呢我希望它生成一个表面 那这时候呢除了我们使用这桥编辑面之外 还有一个小操作技巧 就是配合键盘上的SHIFT键 SHIFT键呢在我们的MAS当中呢是复制的意思 如果呢在我们的编次级 按住键盘SHIFT键点击拖拽 那这时候呢其实会让我们的编呢 产生一个复制关系 并且产生中间这个表面连接 然后呢我们再配合上一些点的编辑命令 比如说目标焊接命令 对它进行焊接 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种变相的桥的操作 这个呢在实际建模的时候 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技巧 OK有时候NZUSHIFT键拖边 这样呢也能让我们的面产生一种复制关系 OK这是编辑别当中的桥的命的使用方法 在后面呢是连接 连接命令在进行使用的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呢我们选择两条边 我们希望在中间的位置上 50%的位置上加一条边 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连接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呢如果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想产生三条边的点接 注意这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三条边一起选中 然后呢再点击连接 注意一条边两条边三条边 然后呢点击连接 当然呢我们希望整个这一路都进行连接处理 来加我们的细节 我们也可以通过奥特件加二件点击连接 除此之外在进行连接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点开这个链接的这个选择面板 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边数调多一点 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这个收缩值 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这个画画值上下滑动 一处理 当OK之后我们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OK这是一个连接命令的使用方法 在进行连接命令操作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选择边的顺序问题 比如说呢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选择一条边 选择两条边选择三条边 注意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操作 OK然后呢我们再对他进行连接 我们注意观察一下这个线 它呢其实相当于在每一个边当中加几个点 然后呢对这些点进行这种连接处理 来产生一个这样的效果 OK那连接命令呢是我们在实际处的当中较为长运一个命令 我们再通过一个小例子来说一下 比如说呢我们穿一个box方法 然后呢这个box方法呢在创建初期 我们以111的分段数作为一个塌陷 我们把它转换成可边多边形 但是呢当我编辑了很多步骤以后 这时候我发现它上面一个分段数不够 我们希望它分段数变成2x2x2的分段数 那这时候呢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步操作了 我们想对他进行修改 我们可以选择边 选择这条边 注意它的快捷键 我们可以通过out件加x件变成透明显示 方便我们的观察 然后配合键盘上的out件加2件 out件加2件相当于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这个环形 然后呢对它产生一个连接 连接的时候我们希望它一条边就可以点确定 同样道理点击它out件加2件一条边 然后呢点它out件加2件一条边 OK那这时候呢大家注意到我们会得到一个盒子 这盒子呢会以2x2的这种分段数存在 那连接命呢是我们在进行追加边的时候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操作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在已经使用的是一个操作技巧 OK那再后面一个选项呢叫做利用 选择的内容创建图形 那我们当前呢所在的次级呢是边次级 所以折合成他说的这句话呢就是利用我们所选择的边去创建图形 所谓图形呢其实就是指的我们的二维线 OK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圆形为例 比如呢这时候我们去选择一条边 选择一条边 然后呢将这一条边来我们多加两个 OK然后呢配合out件加2件 请选择 这时候呢我们希望有一根样长曲线 那这根样长曲线呢就像现在我们所绘制的当前的这两个边的效果一样 来注意到就得到这些效果 那这时候呢我们不要直接进行绘制 我们也很难进行对期 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利用这个按钮 这是一个按钮 但是呢由于这个按钮比较长 所以看起来呢总觉得它像一个命令 对这是一个按钮 你点它一下就可以了 点它一下 然后呢这地方会弹开一个对话框 叫做创建图形 在经使用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曲线名 我们可以为它呢起个名字 比如叫做图形001 然后呢平滑和线性两操作 我们先以平滑为例 点下确定 那这时候呢我们将 我们的几合体进行移开 注意一定要推出四级 然后将它移开一点 这时候呢大家可以观察到 我们会得到了这种可编辑样式曲线 通过可编辑样式曲线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简模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挤出车销倒脚倒脚泡面放样等一些键 其他简模方式来对它进行二次的键模处理 OK那这个呢是一个创建线 另外呢在经创建线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操作就是 它在这里面的叫做陷阱方式 大家决定 选择陷阱方式之后呢我们也会得到这么一个边的处理 但是呢稍微有所区别的是那这个边的将产生一个比较硬性的过渡 他不像底下那个点对他产生是比较硬性的过渡 而底下这个点的是产生这种比较平化过渡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边境当中 G右键把它改成类似于像一些个角点的处理 选择边级别 选择这个点级别 G右键选择这个角点处理 这样道理也是一样 OK我们前期所或后期所都可以 OK把它删除下去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权重和折缝的处理 为了说明这两个参数呢我们更换了一个小场景 这场景当中非常简单 两个boss方盒 我们先按照刚才的操作方法呢 对他进行一个涡轮平滑的处理 打开涡轮平滑 并且将我们的涡轮平滑已经设成三级 打开显示最终结果 然后呢到我们的边级别 那在我们之前呢曾经学过关于权重值的设置 我们呢也要很好理解 就是说我们的点对我们的面的吸引作用 那么在点级别调节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非常轻松 只要一调节这个点 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表面产生这种影响 但是呢我们在经处理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进入边级别 选择我们的边 那这地方呢也有一个叫做权重值 在经使用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权重值对于这个操作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这数据基础给的很高 比如给到500 大家会发现整个场景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的权重值这个操作参数失去它的作用 而主要的问题呢发生在我们在进行涡轮的时候的这种涡轮平滑修改器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涡轮平滑修改器 它所建立的这种结构对战呢 是对于权重值 尤其是边级别的权重值是没有意义的 OK我们将它呢改成1 好我们来试处理一下 同样选择这个对象 不要为它追加涡轮平滑 而为它呢在下面 这地方有个叫做细分曲面 我们在细分曲面当中呢 这叫做使用NURMS一分 注意这个名字叫NURMS一分 选择这种细分方式之后 它呢和我们之前所用的涡轮平滑很类似 但是呢它在进行平滑的时候 它的底层算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通过它呢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选择边级别 选择这个边 然后呢我们为它再调整全中值 注意这是两种不同的平滑方式 我们来观察一下 大家注意到这时候就会有变化了 我们打开它的F3键 看它的网格对象 这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明显的观察到 这时候呢会有对我们的全中值有影响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网格平滑我们边级别当中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你想让它这个参数起作用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在NURMS细分的时候呢 这种全中值 这样是可以的 好 除了这个参数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轴缝的处理 选择边级别 我们来观察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们将这条边紧一个向上的提取处理 稍微提它一下 然后呢 将这个点的位置呢 进行一个小的处理 处理成一个简单的结构 那这时候呢 我希望它们中间呢 会产生一种 类似于像金属一样的这种折缝处理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进行操作 选择这个边 选择这条边和这条边 然后呢 选择它 叫做折缝 我们将这折缝值调高 对 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最高只调到1 那这时候大家注意到 这上网能产生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折缝处理 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个像一些个汽车的机盖 或者呢 我们带经处理像比如说刀子上的那个刀刃的边缘 都可以通过这个折缝值来进行处理 OK 那这个呢 是这么一个处理方法 所以带经使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权重值和折缝值的一个操作的 注意事项 好 除了这个操作之外 我们再说一下后面一项参数 选择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在地方来把它呢 转换为可编多边形 然后呢 为它呢删掉其中的一个点 OK 好 删掉一个点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进行观察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那其他对象呢 都是一个四边面对象 但是呢 这个对象是一个多边面 大家可以看到 123456 这一个多边面 并且呢 我们将这点睛删除处理 这时候呢 我们在外观当中看这个对象呢 是由一个多边面进行组成的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变积 让它变成什么三边面或者五边面 这都无所谓 但是计算机呢 其实是在进行解算的时候呢 其实要把我们的这个当前对象转成最低端的三角面 进行这种解释处理 无论是在进行渲染的时候 还是呢 对它进行一个试图内部解释的时候 都是以三角面进行计算的 而我们呢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注意这里边有一个算法 就是这个 在边级别当中 它里边有一个可以更改三角面算法的一个操作 但是在默认状态下 其实你是看不到的 我们点击边级三角形 这是大家会发现了 我们其实对象的底层结构 其实都是由这些个三角面来对建而成的 如果呢 我们不开启这个边级三角形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多边形面 我们点开它之后 这时就可以看见这个三角结构 当然它除了可以显示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边级 比如说我同样去解算一个三角面 但是呢 我希望这个几乎三角面的时候 你不要这样三角面 而是这样三角面 我们可以通过边级三角形命令 然后呢 通过鼠标左键 点它一下 再点它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了 OK 那么再换一下 比如我们在同样是解算三角面 我们希望你这样进行解算 或者是这样进行解算 OK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进行这个操作 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用的一个命令 叫做编辑三角形 一般来说呢 都应用在游戏当中 这边呢 还有一个叫旋转 旋转呢 叫我们的编辑三角形来说呢 更加方便一点 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以点击旋转这个命令 直接在这个上 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进行旋转 再点它一下 还可以进行旋转 这两个操作呢 各有优势 如果呢 我们是精确知道点和点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拖转 如果呢 我们在进行旋转的时候呢 它是按照一个逆时针的方式 这样可以进行这种旋转处理 OK 那这个呢 是关于编辑别编辑当中的错误命令 就这样 请进行旋转的时间 好